來玩這款遊戲 龍崖 新遊戲進來 早期像素類型的嗎 右上方可以選擇倍數 然後呢 冒險 開始冒險 上位選擇冒險者 這是三倍速的啊 還可以開招耶 要到寶物啦 任務 貨真駕駛的早期遊戲 升級 接下來呢 任務 主要就是推關吧 主要是推關 那必殺技 我要一定要手動釋放啊 我像只能手動釋放 無法自動 點取技能了以後 我會消耗怒氣值 再打一關 瞧瞧 錄氣100了 開招 我會消耗怒氣勢 不關了 所以 這些村莊 披著陸駐是什麼 村民喔 點取房屋 就跳出這個視窗 還有製造區耶 可以製造裝備喔 然後這裡 這裡勒 我只有這個武器可以製造而已 好 然後 冒險者 剛剛進行戰鬥 就可以升級了 撞翰 刺客 有沒有匕首之類的 沒有 那就裝這個吧 這是剛剛 製造的啊 有一件藍裝啊 好啦 就這樣了 進行戰鬥 如果喜歡玩早期遊戲的話 這款是可以考慮的啊 畢竟 這 這類型的遊戲 以今年來講 也算是不多見 是不是 五連擊生 六連擊生 應該 應該是會玩的 津津有味 右上方 這是什麼 140 解鎖豪華版 6張冒險地圖 數百關卡 還有幾十種不同冒險者 好所以現在這個只是 試玩版嗎 完整版就是要140塊啦 原來如此喔 那也要玩得下去啊 其實 是不是 玩不下去一切都是往藍 玩不下去一切都是往藍 500斤 就奶媽 500斤喔 我要怎麼取得500斤 靠北 我金幣連一塊都沒有 是推關 還是要賣掉 自動出售 剛推關打到的就是這些東西啊 素材 喔 是他做樁的時候 你點了自動出售 他就自己賣掉了 欸 有了耶 我上方已經變400多斤了 原來他自動出售 哎呀 早講嘛 啊 隨便找一個東西啦 好嘞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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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照的有點慢了喔 他在照的過程中 喔 有紙妝耶 有被嗅到喔 來 召喚 他可以自動召喚遠古英雄 欸 我剛剛 好啦 冒險者 150 強化一下 我的 冒険一下 裝備 權杖 打一場 好啦 反正就這樣啦 來呀 這打一場就差不多了 靠杯啊 落跑 我落跑就當掉了 正假的 繼續冒險 編輯隊伍選擇 好啦 這樣我就有四位角色啦 我叔叔太強了啦 奶媽 奶起來啦 這奶 我沒損血我也照奶 好不好 好 奶豆嗎 好像有啦 好像有啦 這樣就過關了 好 遊戲就往到這裡吧 我拿到一個 籃杖 好像還不錯啊 大家掰掰